台湾一年四季都产凤梨 尤其夏天是凤梨的盛产期 凤梨特别香甜多汁 而且凤梨高鲜低热量 又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包括维生素C 维他命B1可以帮助消化 促进排便与促进新陈代谢 此外因为凤梨含有凤梨酵素 有抗氧化功效 以及生物类黄酮 能帮助减少自由基的氧化伤害 因为凤梨酵素 它也可以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 再加上凤梨本身 它也有一些生物类黄酮 跟维他命C 它本身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等于是说 对于我们想要预防自由基的伤害 防癌抗癌这个部分 是也还不错的功效 不过营养师也提醒 虽然凤梨是营养满分的水果 但是有血糖、肾功能问题 以及胃食道力流、胃溃疡的病患 不要过度使用 对于肾脏病人来讲 因为他们对电解质方面的代谢分泌能力 可能比较差一点 所以就是凤梨是属于中高甲的水果 所以我们肾油的话 想要吃凤梨的话 大概吃个两三片就好 因为凤梨含有凤梨酵素 有些人吃了之后 可能会有咬舌的情形 这时可以透过涂抹少量盐巴 不要碰水或是烹调后使用 有一些人来讲他可能吃凤梨 会觉得有咬舌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凤梨酵素的关系 那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想吃凤梨的话 可以一个做法就是说 可能抹一点盐 或者是说把凤梨做在菜里面 其实因为有凤梨酵素的关系 我们凤梨酸排骨肉的话 那个都会比较嫩 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种料理的方式 而在中医方面 凤梨属于寒性水果 体质寒良的民众在食用时 要注意一下份量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你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他